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远是悬念 想和你试试看 想为你做改变 要和漂亮的你 漂亮的在语气 要是我的偶然 都和你一起习惯 要疯狂的心愿 都和你一起实现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好沟通啊 你这是人家欺负人你知不知道 保温机叫出来 叫出来 给不开 给不开 叫出来 瞧 瞧 出声 浩宇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怎么可以为了一个玩具 这样欺负同学呢 只是跟他借着玩一下 又不会认得怎么样 那也不行 你们这样可一点都不有爱 你们要再敢欺负他 我去告诉老师 浩宇 给 谢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走 我带你去买雪糕去 慧珍 完了 我了 我的梦境要成真了 难道是宇宙的梦 你是李慧珍 是 我 我是从 我是从霍卿部调到编辑部的李慧珍 你好 副主编 我在想什么 我的李慧珍在丹麦 你知道我对你不满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不仅是因为你能力有限 还因为你总是为自己的错误找介绍 浪费所有人的时间 你不花心思去努力的工作 还整天抱怨 没有人手把手地教你 你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 在等待着你这个职位吗 他们会比你加倍地努力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个没有责任心 又没有能力的人 你回着 你不能哭 你千万不能哭 你要忍住 那个白浩宇已经不是白浩宇了 不管他忍不忍得我 反正就算他跪着来求我 我也不会原谅他的 我 我怎么还是走到这儿来了 我都走了 我只能躲到你了 我要玩手机 主任 主任 对啊 对啊 我都忘了 we are in here 就想拉看一下您 看您在那边 所以就不用进办故事了 对了 怎么样 怎么样 还好 还好 一切都还好 主任你终于休息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不看我了吗 我看过您了吗 这不是 终于休息啊 我先走了 好 我 好嘞 没事 别回来 好 有事也别回来 好 白鲍鱼 我一定说到做到 我一定说到做到 已经说到做到 说到做到 已经说到做到 那个含着金汤 要是长大的继承人 真的就在我们之间吗 林浩哥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也太没气质了 林浩商 有可能 穿的也都是名牌 看起来 也挺像有钱人家小孩的 嗯 林浩 天哪 这 哪哪都不像有钱人啊 哎呀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 棋承人啊 快 我 我 你死我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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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得赶紧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消息之前找个办 就忽然 怎么跟其他人进城啊 是 我不想 我偷她 好 姐 亲姐 这个小事儿 老白好不容易给我搞到一个大财房 我就靠她学耻了 你帮我把她搞得改一遍 就一遍 我大姨妈第一天你应该干吗 小时 祝阴女神 工作虽然重要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是甜甜家 白副主编刚刚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个 欢迎菜队 好的 主编的意思呢 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搞一个聚餐 欢迎一下我们白副主编 欢迎派对 不许请假 不许见客户 不许来打姨妈 一个也不能少了 通通都给我参加 明白吗 因为今天晚上是我们的 灵犯风格 对 干什么呀 公司福利啊 开心点 白副主编 我们大家准备给你开一个 欢迎派对 又要吃啊 是 我们想 主编说他请客 不 是 灵犯风格 然后请大家一起去 快乐一下 快乐一下 欢迎一下你 不用了 你们省点时间好好工作吧 恭喜 那改天呢 不用改天了 那不如就简单地聚一下 我还有茶翅 主编 你别忘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先生 白 不要这么扫兴嘛 我们要开心的气氛非常重要 只有在开心的气氛下 我们才能更努力地工作 你看看这些可爱的小花儿们 她们需要休息一下 我们这些老花儿都快枯萎了 总而言之呢 这个派对一定要办 那就等我有时间再定吧 嗯 哎 主编 那我们这饭是不是吃不了了 副主编好像每天都不开心的样子 不用担心 派对的事情交给我 主音女神 你上来一下 我们把派对的事情策划起来 看见我俩上撕了撕了吗 生物可别 慧珍 嗯 我没心情运了 你过来帮我一下 好嘞 怎么能这么傲慢啊 眼睛简直长到头顶上去了 我就说你去吧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可以这么肆无忌惮 他 反正我看 可别就是个三岁小孩儿嘛 本来就是一个三岁的小屁孩儿 你不觉得他真的很像白太岁吗 哎 哪有一个成年的男人 会拿进一个那种奇怪的东西呢 免一秒就变 然后就说 你们必须得在三岁内把所有想法都给我说出来 他嘴角都不动一下 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种人很恐怖啊 不是有种那种恐怖的电影吗 就可以换屁换脸那种 你说他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人 这真的他特别有担当 那么有能当 他就做出一些事情来 让人幸福啊 他什么事都做不出来 就知道靠一张嘴 动不动就在那边说 大家这么开心地说 一起去聚个餐 他要是不想去呢 那他就好好跟大家说 我一会儿要去开会 你们自己去吃吧 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非要用那种态度跟人讲话 这么多人在这儿看着呢 你说主编也是知道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主编知道什么 杰晶晓 口齿伶俐 下次开会的时候多说一点 林浩 搞件写完了吗 写完了 刚打出来 别忘 我拿去帮你改 谢谢啊 其实老白这人不错呀 挺好的 亲爱的 我觉得你太可怜了 慧震姐 你这次摊上大事了 谢谢你 小鬼 有点颤抖 我感到不错 放松点 老白会看到你优点 你是不是傻呀 慢走 谢谢 三定黎 来两位VIP客人 你普通接待一下吧 你先去吧 我马上就到 进去吧 你感到不错 还有没有 我浩子 你把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这边外一带 好 两位 这边请 灰真 阿天呢 那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在最不可能相遇的情况下 我们相遇了 谁能说这不是缘分 谁能说他不是为我而来的 你现在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的衣服 你是在这儿工作吗 这个 说来 化妆 对你我有的是时间 尽管说了 要不然这样吧 那个 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聊 那边有家电 人很少 也方便我们慢慢说 你先去那儿等我 我和你一起去 我等你 我怕你又不见了 对我 前几天你还给我发照片 今天怎么会出现在酒店里 呃 这个嘛 这个 你猜 怎么办啊 老天啊 我是去了 可是我去了之后吧 我又回来了 腿姐我一回来我就碰到你了 你说这是不是咱俩的原色 想躲都躲不掉了 我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吧 我就是一骗子 我骗你吧 就是因为我怕你知道真相之后 你瞧不起我 你想想啊 咱俩小时候那么好的关系 结果长大之后 您变成这样事业有成 然后这么帅这么英俊潇洒 然后我现在就是一酒店的服务员 对吧 您说不定就是一时性急 想约见一下童年的玩伴 结果没想到童年玩伴 现在变成了我这个样子 那我也是个女孩啊 我也是有自尊的好吧 要不这样 刚刚在酒店呢 你就当没看见我 这样至少呢我在你心里 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李慧真 我并不是一时兴起才想见 难道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种人吗 是不是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难道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种会瞧不起你的人吗 我 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那段最难熬的时候 就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帮我挺过去的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之间 难道不值得信任吗 对对对 已经我妈妈过世了 对不起 我刚不应该这么说你的 经历过妈妈过世 这件事情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情 我不应该那么想你 那就好 我还以为 是你不想见我 才假装出国 这下我松了一口气 我也松了一口气 你的手怎么了 好 这个 这个刚才酒店 帮客人搬东西的时候 滑倒的 真是难为你的 这么柔弱的女孩子 我可不柔弱 我告诉你我劲儿可大了 你看我 全身都是肌肉 不愧是李慧珍 一点也没有变 你倒是变了不少啊 对李慧珍 我永远都是白皓宇 今天本来会议就要取消的 还好我在离开的时候 看到了你 不然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了 你相信吗 在最不可能相遇的时候 我们相遇了 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了 我的办公楼就在这附近 过了十字路口那个玻璃房子 你有空可以去那儿找我 好啊 下次 我不会又找不到你了吧 不过没关系 不管你去哪儿 我们一定会再相遇的 没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 谁的电话在响啊 赶紧接一下 谁的电话在响啊 赶紧接一下 你到谁了 我又遇上你那青梅竹马了你知道吗 要不是因为我脑子转得快 我跟你讲今儿这事我穿帮了 你说做你闺蜜容易吗 我可还把我浑身卸出鸿鸿之力 我都使出来了我告诉你 喂 小姐 你要找的人不在 你谁啊 我是林一木啊 林一木 你这是他们公司的吗 就人生的公司 我不是你想打听就能打听到的男人 你懂吗 我对你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问你 刚刚我说的那句话你都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但是 你这么叽叽喳喳的 谁听得明白你说什么呀 那就行了 我没什么事先挂了 看来 老天爷也不想让周知道这件事了 那我就先不说了 不过话说回来 白猴 你今天差点把我这么的阵脚大乱 不过我夏桥是谁 我可是越南人无数的人 单定 冷静 少 你怎么点了这么多吃的呀 你今天怎么不回我电话呀 没有一个男的告诉你我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跟你讲 我今天在酒店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 湛儿啊你到底咋了 真实太过分了 怎么了 我跟你讲 我总会 一定会 会让白浩宇那个人对我刮目相看 你到底怎么了 我跟你讲 我本来是要辞职的 我现在我不辞职了 我现在 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做到最好 我一定会成为 公司最好的人工 对 我赞成你不辞职 贵森不辞职了 不过今天到底怎么了 还不一定会亮白昊宇吗 亮昊宇咋了 太过分了 你说我那么认真工作 他为什么要亮亮亮啊我 你说他为什么要亮亮 真可吃的是我真爱 还说不过他 不可能啊 白昊宇看着就感觉挺温柔 挺身世一人啊 我跟你讲 他这个人就是变态 他一会儿要这样 一会儿要那样 想法一会儿是这样 一会儿是那样 我跟你说 他真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他就是人格分裂 他就是神经病 我跟你说 对呀 咱们别再吃了 就一工作 别到时候撑死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当初想的那个什么 留学那个想法 真的是太棒了 我现在觉得 太棒了 太棒了 绝对不会穿帮 我要当初那么傻的 把这个词生就这么交给他的话 我现在就黑锅 还得让我来呗 真让我给你 不是傻呀你说 你先听我说 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些话 给你说出来 你说我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呀 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人 皮静是得有多臭 这 这有多臭 才能在一家工作之内 就让所有员工都叫他 都叫他什么百太岁 你想想他皮静实在有多臭 喝点水 那个 咱别太吃 我想想他当初回国过来找我 肯定是一个举行叵策 我跟你说 但是我现在啊 我这么一想 我觉得 别高兴太早 我一定会让他后悔 笑到最后的才是影响 你是不是刺激过头了 从今往后 在我李慧珍的生命当中 绝对只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工作 第二你 我 我 我怎么了 我 绝对不要在我面前提到白浩宇 可是 可是我我我 我今天真的是 你又在提到白浩宇 好 我不听 收 一切终于回归正规了 这蛋糕很好吃的 蛋糕很好吃的 很好的一天 哈喽 很好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 您点的美食咖啡好了 美食咖啡加三倍浓缩 慢用 先生 您点的美食咖啡好了 先生 您点的美食咖啡好了 好 谢谢 还有什么 你在还没有打败白浩宇之前 你有什么资格拒绝上班啊 妈啊 我怎么不能让乔一直 就让忍住的我吧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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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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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自己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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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 这样的疼我 这样的疼我 来 反正我已经够倒霉了 我就当来测试一下运气了 如果这次也像上次一样 难吃的话 我会全部都吐在你脸上 怎么样 怎么样 去吧 小文贵 今天肯定是我的心愿意 门在那边 快 北厉队早上好 早上好早啊 早上好早啊 那你先去早上好 天悟哥 干吗你 给我的 该不会是喝了一口才要一百块的加分 早上好 还有 来 查理 早上好 给你 给我的 我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韩学姐 会着 会着 这是我给一幕喝的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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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哥 干什么 早上好 谢谢啊 作为公司的老花的和小花的 新的一天 开心 有改变 有问题 小心有毒 我 好 我 给你 你 不 你 我 你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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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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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下一期以科技融入护肤为主题 主要是探讨一下现在热门的新鲜植物科技 是如何能够达到护肤补水效果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的一些面膜采用了植物纤维隐形膜布 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追捧 这种面膜既具有强效的锁水功能 又能够使皮肤充分地吸收水分 你这个话题很多杂志都已经做过了 你作为美妆编辑 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下一个 我们这次的主配主要是想做一个 都市丛林法则风格的元素 展现的是当代城市生活中 与性的高压生活里头 释放自己内心野兽般的一种欲望 因为现在的文化界也好 戏剧界也好 它们都比较流行一种叫做 沉浸式的审美表达 所以我们这次的大片也选择 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公园 以高楼大厦为背景 你为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啊 有这种丛林风的衣服 比如说像鲍文娜 马文娜 斑马文娜 一系列的这些衣服 然后展现了就是 它们那种被压抑的欲望 从而跟读者之间建立一个情感连接 然后同时 尽管 安全没听懂 尽管 安全没听懂 跟我们的这个元素完全契合 我跟明凡联系过了 愿意支持我们 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计划 可以 慧珍 可以 好 稍微等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要把我给你的U盘插上 请你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请你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对不起 马上就好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好 稍等几秒 对 就是这个 双击它 双击 嗯 好 我们这个启发案呢 主要是做的 就是跟品牌的一个配合 以及现有的一些元素的呈现 到时候呢 模特儿呢 我们也会找一线的模特儿 然后最后我们是一些 纯粹的模特儿 然后最后我们是一些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 遇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稍微等一下就出发了 很快 有了 包括除了音乐之外 我们还有鲜子 包包收拾 可以跟男生一起做一个 配合的 到时候我们就会 部首编还有什么 修改方案马上发给我 好 把会议记录修改完后 送到我办公室 好嘞 散会 我们家用不下去 我干嘛嘞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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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我说你是不是有副首编 一看他副主编 就紧张地上蹿下跳 跟个野猴子似的 你是不是跟副主编有情况 有什么情况啊 还不是因为你早上给我 那个什么破幸运糖果 我至于这一天到晚 奇奇怪怪 从早到晚就开始倒霉 我跟你讲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你这种人就是特别不靠谱 你让一下 你干嘛把气出到糖果上 那还不是因为这个糖果的主人 不靠谱吗 林浩哥 这个地方为什么 还拿着电脑在这转 老白看就得说你这话不 那 韩学姐 刚才开会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们说的八什么威 林浩哥 美丽姐 刚才开会讲的那个八什么威 真是什么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太忙了 你去问百度 问百度 谢谢 慧珍 忙吗 那个 我想问一下 不忙 你等会儿帮我把这个翻一下呗 好的 快点啊 那那个 你 你好 好 没办法了能做多少做多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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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你整理完都没有通图一遍吗 我 我 你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工作的 这能让人看得懂吗 因为你们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所以 你 你是怎么来公司的 你有什么后台吗 没有啊 我是海选 然后参加考试进来的 那你怎么会差到这种地步 连基本的用语都搞不清楚 我本来就是后勤部调过来的 所以就没关系吗 所以做不好也是应该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习期晚后 回后勤部继续混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因为这里的工作和后勤部的工作 不一样 再说时间太紧了 我没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去做更完整的准备 那就别做了 走吧 不要浪费我时间 大学毕业 踏入受惠第一课 难道不应该是依靠自己 还要指望别人吗 像你这种 又没有专业能力 又不思进取的人 这里和后勤部都不需要你 如果你想继续留在这里 那就请你打起十二万饭的精神 以后不要把这种垃圾给我安 走吧 这种怎么会出现的公司呢 这种怎么会出现的公司呢 所有的进步都是从失败开始的 对不对 知道哪里不足了 就知道从哪里改了 不许哭 别人该笑话你了 坚持住 嗯 谢谢接运姐 加油 慧真翻译好了吗东西 嗯 对不起 我刚才有点忙 我去给主编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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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吧 去给韩宇帮忙吧 好嘞 快点 好 昔 我孤独或者闹 fam 快点 每个 ᵁ post 煩到了 鹿鹿姐 你的蛋糕 还有你的酸奶 别人不用摇 你的蛋糕 你 Nin need 还有超模二娃 谢谢啊 对不起 哥哥 一个三明治 一个现在 谢谢 没事 没事 范大姐 你的一个蛋糕 一个三明治 放着 放着吧 还有这个 你的是 你的是什么辣椒 看看 超模二娃 还有小蛋糕 还有这个 谢谢范大姐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的一个酸奶 谢谢 周音姐 你的面包 你的小蛋糕 还有酸奶 谢谢 控制肚子的饮食 对 范小姐 你的蛋糕 还有一个酸奶 赶紧买的超模二娃 谢谢 不是说所有的回忆 我们最爱一次性的 都搭配在模特儿身上 下身再配个什么 我说你说 配个 保护吧 我觉得应该配个流通裙 慧珍 你把蓝湾的那条流苏群拿来 什么群 流苏群 对 到时候既可以搭在肩上 又可以让她做出很便宜的配饰 对 对吗 是流苏群 宝贝 这个是 美丽 你把蓝湾的流苏群拿来 好的 来 珠英 策划修改好了吗 修改好了 我拿给您 想不想吃 吃饱了才有力气伤心难过嘛 你干嘛这么喜欢跟我说话 来 给文章看一下 过得不难 你少来 你就想吃旁边是不是 喝口烫怎么了 不行 再见 再过五分钟就好了 你给我的 为什么呀 吃货车里就应该补充能量 想到你心里去流浪 总好过一人偷偷想 想陪一个人 疯狂去幻想 总好过梦里空荡荡 想和你风里吹成枪 总好过窗前悄悄望 想为一个人 伸出了肩膀 才不算浪费着风光 啊 行达 山石里 谁坚强 太优大 打在脸上的光亮 明黄黄 手心里 有勇敢 在渴望 藏进心里的倔强 灰姑娘 你心里有孤独在叫让 呼之欲出的慌张 不漂亮又怎样 你梦里爱只怕很受伤 面对寂寞的走廊和心慌 城市里谁坚强再有它 打在脸上的光阳明晃晃 手心里有勇敢再渴望 藏进心里的倔强 回不了